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游博杯比赛里面他们是做了一些新的尝试 包括他们的第二双打纳希尔他的搭档也是一位新人 今天我们为大家来介绍比赛 我们特别也请到了国家羽毛球队的教练刘新明指导 来对我们三人解释和评论 刚才画面上的基本资料介绍了目前的这一队的搭档 他们的积分是在双打里面是排在世界的84位 而中国的马进和王小领是排在第一位 他们从来没有交手的记录 从来没有打过 因为主要是这个印尼的搭档来回换 其实印尼队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有一部分的运动员成为了所谓的职业独立运动员 就是不再属于印尼语邪了 所以在这次参加这种团体性的比赛里边 他们是找回了一些职业运动员来参加比赛 包括基多亨德拉这种男双的高手 包括陶菲克这些都是 纳希尔等一下要出赛的女双的选手 他也是说专门的是回来 就是来回到这个印尼队来训练 但是这种训练并不是非常的系统 他们只是在汤油杯赛开赛之前的一个月 在这些时间里平均每天能够有 每周有两到三天的这种训练 大部分时候都是自己练自己的 所以可能也造成了这个印尼队 这个传统的羽毛球长博 这些年来他们的这个实力上 有比较大的一个这个下滑吧 马基王晓里 这是中国的拳手 身穿黄色的球衣 说变的是玻璃 他的搭档乔哈尔 身穿红色的球衣 是代表印尼出赛 这是印尼的第一双打 现场一共也没有几个观众啊 大部分还都是来自印尼 因为这样的搭档出赛呢 可能对于 双方可能还是需要花一段时间 来进行适应吧 一般 我知道您看是不是 他是这样 那因为也可能 这个我不知道这个 小哈尔是不是 他们是一个军事部里面 但是玻璃和原来和 罗维特 这应该说在世界比赛当中 还是比较强的 所以说 推着玻璃 攻击人能力很强的 在世界大赛当中 包括像一般这个 比赛当中 取得过很好的 对 他在05年 07年都是苏迪曼杯的主力 而且取得过很好的单向 单向也取过了 取得过很好的成绩 所以说他这次 跟这个乔哈尔配 就是 但是这一段 没怎么配 所以他的排位吧 好像摆得很后面 但这个不一定说实力会很差 不会是这样 因为玻璃本身 他的能力很强 他的进 特别是他的进攻 而且你看他起跳 是双脚起跳的 起跳进攻很凶的 所以这个也可能 他们是属于在 同一个俱乐部 或者怎么样 在一起 现在可能是不是成队了 虽然是刚车队 但是他的实力 是不可以一下低估的 他们在 昨天的八强赛当中 有出赛 之前的小组赛都没打 昨天这个搭档 就是这个